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规 尤其过去 过去你懂不懂行规 你一进这行 你一张嘴一说话 一动手 人马上就知道你是内行还是个傍锤 傍锤就是外行的意思 我们讲老古安店 其实最熟的是民国时期 为什么民国时期最熟呢 因为民国时期的很多古安店 留下了大量的图片 照片 留下了很多名人意识 比如民国时期的流利场 去的都是牛人 商人都不牛 牛的都是什么呢 就是有家庭背景有学问的人 比如我们大家都比较熟知的 民国四公子 首推张伯鞠先生 张伯鞠先生的收藏 今天都是能顶收藏界的半壁江山 一个人就可以扛起半壁江山 他所有的收藏随便拿出一个东西 今天如果去拍卖 立刻就呈现世界纪录 这是张伯鞠先生 再有张学良 我们不要以为张学良只会跟赵四小姐 张学良只会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早年就是一收藏家 他爹是东北王 家里有钱 收藏的前提就是你得有钱 再有呢 就是袁克文 袁世凯的二公子 也列入民国四大公子之列 再有就是普通 那么这四个人构成了民国最喜欢收藏的四大公子 我们今天好像也有什么四大公子之类的 但远不能跟民国时期的人的身份相比 他们都喜欢收藏 都有极好的家庭背景 都有极好的资金的支撑 还得有眼光 你比如张伯鞠先生 张伯鞠先生呢 保护的我们这个传世文物 今天看全是国宝级的 当年他购得我们今天啊 故宫博物院最重要的 也是最早的绘画 展子前的游春图 当年花了多大的费用呢 都不是拿钱记的 是拿地记的 拿房子记的 十五亩地的豪宅 今天在北京市市内 没有一个人能拥有十五亩地的豪宅 人家张伯鞠先生就拥有 用了这十五亩地的豪宅 换得这一张画 那建国以后呢 把这张画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张伯鞠先生就说 这画就应该故宫博物院有 那么他捐的除了这张画 还有谁的呢 陆基的平复帖 这个著名的发帖 杜牧的张好好师 范仲淹的道福赞等等 都是无偿地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显示出一个收藏家的高风亮节 还有我们大家熟知的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喜欢收藏古旧书籍 背贴啊 塔片啊 藏书票啊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讲藏书票 是吧 他在日记里写过 今日啊 逛琉璃厂买大钱几枚 都写过这个 很具体 所以当时逛古董店 逛旧书店 他收藏是这些文人末客的 一个生活乐趣 也是一种知识的补充 所以民国时期的琉璃厂 就显得文化范围非常的浓厚 以至这种浓厚的文化范围 一直延续到198几年 那么琉璃厂在民国时期的文物呢 当时的文物啊 这个流动非常大 他的走向大致就两个 第一个走向啊 主要是流向国外 外中国文物的主流 大致都是通过买卖这种方式走出去的 为什么 因为他时间非常的长 买卖这个时间很长啊 对不对 从1860年以后啊 除了短暂的战争期间被掠夺 剩下的时间都是购买 那么一百多年以来 中国的文物以奔涌知识向国外流去 一直止步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 才开始有回流 大概流了一百五十年 一百五十年啊 就算这水缸里的水多 就算他列了一个极细的缝子 架不住时间长 所以大部分中国文物都流向了海外 那么当时呢 文物的走向除了流向海外 还有一个走向呢 就是我们国内的一包一部分达官贵人的购买 这些达官贵人跟今天的达官贵人有些不同 最不同的就是这些有钱人全都有文化 这是我们过去社会结构决定的 比如中国的地质的社会都是学而优则事 你只有学的好 你才可能做官 才可能有钱 有社会地位 所以在民国时期 有钱的人一定是有文化的 没文化很难发财 所以大家都知道有钱并不牛 有文化才牛 古人对文化的敬意在流利场这条件表现的淋漓尽致 像这种传统我们逐渐逐渐丢了 你比如俄国还保留了这种传统 就是今天依然是文化人的地位高于有钱人 那过去那个旧古董行 旧古董店里 它是有规矩的 因为人家又有钱又有身份又有文化 你进门就一定要懂礼貌 所以过去不能推门盯了光 就进去不行 一定要进门要打个招呼 表示我要进屋了 进屋一定要先动口再动手 跟人家打招呼 整柜的好啊 我这个头一回来上您这看看 喜欢什么东西 都一定要先动口后动手 就说这东西我想看看成吗 那么老板如果对你没有判断 他一定事先动手给你示范 把这东西摆在你跟前啊 都搁好了 您来看啊 一定不要手低手 如果对你有判断 比如你是老客人 比如他看你的举手投足 知道你是一个行家 那么他就会让你自己动手 他说您自己看吧 坐这儿给你个地方 我给您倒茶去 表示很大的礼貌 那么看这些东西 你要知道 这些东西啊 能够分拆的 一定要分拆 什么叫分拆呢 比如这有一壶有盖 那就盖一定要搁在一边 看这壶再看盖 对吧 比如有这个结盒 什么叫结盒呢 四结盒 五结盒 瓷器的 我要打开一个一个一个 都给你打开 防止你拿的时候脱散 比如还有一些大的瓷器 是两阶的 比如我见过大花孤 中间是旋转阶上的 如果你不懂 你光拿身 它可能夸大就拧开了 拧开下面就摔碎了 所以很危险 所有的东西要翻身 一定要要明白 这个东西是否危险 比如我亲眼看到啊 好多好多年前 人家有一个炮器 上面是象牙雕的五子登科 雕的是象牙的鸡笼 鸡笼里头有一只大鸡 四只小鸡 然后呢 这个鸡呢 的脑袋呢 还是活动的 拿牙签通过鸡笼 戳进去的时候 碰那个鸡头 还是能够旋转 非常的精美 那雕工都是绝技 这人不懂 拿着这个东西啊 一翻身 这盖就摔出去 摔得稀碎 这种东西一旦摔碎 就没有机会再衔接了 我们这儿必须加一句 过去象牙 是基于过去人 对野生动物的认知低下 用它来做艺术品 今天我们不仅不提倡 而且是坚决的反对 那么你要对这个东西啊 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最基本的了解 如果你不了解着这个东西的状况的时候 你应该试图的小心的去摸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能拆解 所以拿可以拆解的文物 你一定要小心 看东西啊 尤其在人店里看东西 你不管喜欢多少都要一个一个的拿 切记啊 把东西都堆在这儿 哎呀这个我喜欢你别拿走 我先搁这儿一会儿这个我也搁这儿 这样这样肯定不行 看好一个就收一个 按照过去的话说啊 这东西就一行话叫出囊 什么叫囊呢 过去的井河 我们今天老叫井河井河 过去的井囊中啊 是软的 所以他叫囊 出这软囊以后呢 放在桌子上看 看完了 一定要收进去 再看下一个 一定要禁止所有的东西都摆在桌上 摆在桌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看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有的卖家啊 会把两件东西搁置两个托盘之内 为什么 因为你搁在一个托盘之内很容易发生碰撞 比如壶搁在这个这个托盘上 壶盖就搁在另一个托盘上 这样保证东西的安全 你知道瓷器啊 一旦发生碰撞 后果不堪设想 比如有一种规矩 我们讲过多次 看瓷器 看文物 绝对禁止守地守 我这个东西拿起来了 我放下 你来看 我绝对不可能递到你手里 这样呢 是撇清自己的责任 第一是忌讳守地守 第二忌讳同时看一样东西 什么叫同时看呢 我们过去有很多东西啊 是成对的 比如一对碗 一对盘子 我就碰见过啊 两个人 看一对盘子 我坐在这 那两个人站着 一人拿一个盘子看 我再看另外一个 那么他们看完以后 手地守的交换 你知道手地守交换的时候 有一个危险 如果两个人 其中有一个是左撇子 他就会一顺边 所以呢 两个人手地守这么一地 俩盘子撞在一起 啪哒一声 满屋都知道 此事全完啊 瓷器撞在一起 不要很大的力气啊 尤其过去精美的一些官邀 很薄 立刻就 不一定能撞得稀碎 但是他撞裂了 撞裂了价值 按照过去的话说 瓷器毛了边 不值半分钱 今天啊 由于文物极缺 所以有些残气也卖得非常的高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惨痛的教训 对吧 你比如说 过去的规矩 你文物之间 一定要保持一个距离 你如果挨得很近 就容易发生问题 我就发生过 对不对 这事说起来都 都有个小三十年了 当时的难受 这会儿已经过去了 可是你想起来依然是难受 当年啊 我喜欢收藏 我有一个朋友 航武 武的三粗 做事呢 就比较愣 有一天突然跑我们家 跟我说 说哎 你准备两件好看的东西 我得跟人家显培显培 牛一下 我说你牛牛什么呀 他说我碰见一哥们 他老说他东西好 说我老说我哥们东西比你好 我让你看看 就上我们家来了 说你给我准备俩好的 我一会儿就过去 果不其然 隔了一会儿他就来了 来了呢 我事先呢 那这事不赖他赖我 因为我是行家 他不是行家 我想来想去 我准备了两件东西 一件 是青花乾隆款的玉湖春瓶 观摇 一件是这个青花 蝉织莲 蒜头瓶 也是乾隆观摇 两件东西搁在一起 你知道 瓷器是有造型的 玉湖春瓶和蒜头瓶 都是属于细径 就是脖子是细的 大肚子 圆腹 大肚子 两件东西搁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搁的时候 两件东西过于近 两件东西之间有一指的距离 两个挨在一起 但你知道两个肚子碰在一起的时候 脖子还离得远着呢 你看两个很胖的人 如果接吻 肚子都挨上了 嘴还没挨上呢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呢 把这东西搁在那个矮柜之上 我那朋友就进屋了 一进屋呢 那时候客厅小啊 我就到厨房给他 沏茶 沏茶的功夫 就听见那屋里啪啦一声 我一想得 俩东西全玩完 怎么回事呢 他一进屋一看 这俩东西挺漂亮的 他又不懂 他上去就抓住其中一个 拿起来一看 也看不懂 往回一放 俩东西啪就撞在一起了 为什么 两个东西太近 这两个东西 脖子离着很远 肚子离着很近 他回去的时候 归位的时候 就没有距离感了 所以两个东西就撞碎了 我当时就想 他这是拿啤酒瓶拿惯了 我们这啤酒瓶 你不管怎么放 你也很难让 跟旁边的啤酒瓶相撞 是因为啤酒瓶是垂直的 你平常拿多少次都不会出问题 但是如果你拿这种瓷器 尤其这种大肚子的瓷器 就非常容易发生这个问题 我那天就后悔不迭 这两件东西 要说起来 当时都跨过了近200年的历程 今天都200多年的历程 可惜 没扛到今天 今天想起来 内心还不是很舒服 还是很不舒服的一种感觉 所以呢 我们就去逛店 逛古玩店 一定要懂一个规矩 一定事先对这个东西 做出一个基本判断 如果你不能判断 你就要多问 这不丢人 对吧 主人还会认为你很规矩 你比如早期 我也是 看见东西急 很容易上手 你比如我自认为 我这个看东西多了 上手东西多了 有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比如有一回 我上人家那儿看东西 上人家的店 一进去 看见一件东西 这件东西呢 这个很漂亮 当时心里就喜欢上去就摸 摸完了 就赶紧翻底 看底足 但是拿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这东西有点重 但是没有反应 自己并没有反应过来 它为什么重 所以就翻湿了 这一翻湿 这里头有小半瓶水 全喷出去了 那喷出去就非常危险 比如前面如果挂一张名画呢 你把人喷湿了 如果你惊慌失措 你可能东西就脆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 那这东西为什么有水呢 那主人说 真对不起 对不起 我头一天插花来着 往里倒了点水 按理说 在买卖的范围之内 在做生意的范围之内 里头都不能装杂物 尤其里头装 有人往里随便搁东西 我见过最恶心的 就是往里老担烟灰 扔烟头 有时候那东西多少年 没卖出 你一分时倒出来 全然烂烟头 也很不雅